一天一个小知识,各位购买了压缩垃圾车的用户 如果在平时的使用中遇到一些小故障,别着急 今天小助理带你了解几个排查小妙招 第一种情况,当你想要装载垃圾的时候却发现翻转动作没有反应 很有可能是驾驶室控制面板装载卸载按钮没有切换 也有可能是急停开关被按下,它会限制所有的动作运行,选起就好了 第二种,当垃圾进行压缩的时候,正常情况下刮板滑板是像这样连续循环无延迟的 但是如果出现卡顿一两秒再切换,那么很有可能是接近开关破损或者是连接迅速损坏 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各位,我们在装载垃圾的时候,请把滑板保持在上行状态 如果滑板在下行状态下倒垃圾,就很可能会倒在接近开关上,长久以往容易造成其损坏 再来说一下电控系统,如果是某个单独的操作不能动 首先要排除该动作的电路故障,比方说控制面板,旋钮或按钮开关,线束等等 再排除气路问题,主要是该动作对应的电磁气阀 最后提一下多路阀卡阀问题 如果手柄不能够正常回味或动作,原因会涉及多方面 这就需要比较专业的判断,请及时联系我们服务工程师进行指导解决 OK,以上几点,你的GET到了吗,记得点赞收藏